现在缝和这个袋子 我们这样穿上缝针 然后把这个袋子呢 缝在这个尖角处 看一下固定一个位置之后呢 然后另外一个袋子就是在这里 好 你在缝的时候呢 注意你一定不要给它缝到这个对面了 这样它这个袋子呢 就是交叉起来了 这样就缝错了 我们先找好这边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勾的这个 最后一圈上面的这个孔眼 我们不是缝在这里 这样的话这上面的线有点单了 我们这样在上一圈这个孔 好在这里 仔细的看一下 这是最后一圈的这个孔 在上一圈这个孔里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把这个袋子就像这样 给它放在这个位置 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缝针给它这样穿到里面 像这样给它稍微固定 有那么一点宽度就可以了 好 然后缝好之后 那我们这边呢 这里在缝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只要给它缝和的工程 整齐就可以了 固定好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线 从里面这样穿出来 看一下像这样 给它穿过这部 这个到这边上呢 你这样给它带着一点线 在这个边上 下边的这个边上 附带一点线 缝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从像这样 再从后面穿过来 那你看这里 就是给它这样绕着缝过来了 然后这样拉紧固定一下 固定之后呢 那在底边 我们再穿一点线 给它直接这样戳过去 穿到一个孔里 最好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找一下 穿到这个边上像这样 穿过去之后呢 这边也是这样 再给它这样 再穿一次这样绕过来 你看它是这样 绕在上面的 再这样拉紧 好 然后另外对面呢 一样的也要缝一下 对面就是贴近的位置 大概在这里 好 然后边上带着这个线 你看这个下面边上 都有这样一条线的 我们这样给它缝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边 还是一样的 在里面再绕着 再缝一次 看它是这样 绕在上面的 这样固定一下 然后这个底部 找一下看 挂着其中一点线 这样给它戳过来 穿到这个边上 像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它是 贴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那这样缝好 我们已经给它缝上去 固定之后呢 然后给它这样绕上去 这个线它是有一个宽度的 对吧 在绕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是像这样 给它绕平一点 这样给它绕上去就可以了 只要整齐就可以 绕着这个尖角位置 我们这样给它绕过来 这样绕了一次 好 给它稍微的带紧一点 然后呢 再绕一次 这个线要离平了 去给它这样绕 宽度的话 不要有的地方松 有的地方紧 让这个地方绕的 这个距离呢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再这样往上绕 好 这样固定之后呢 我们再绕一次 好 绕个绕个几次 上面有点窄的话 往底边这样再绕一遍 绕个三次四次就可以了 像这样也可以 大家看一下 那这样可以之后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 给它藏在这个里面 这里也要给它按紧了 不要让它松下来 然后 看一下穿这个靠近的这个线 穿的比较紧实的 这个地方线 多穿一点 像这样穿过去之后 然后给它这样拽紧 这样它就避免它松开了 拉紧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再往回穿 用我们之前藏线的方法 往回穿隔着一根线 然后就往边上的 这个织物的纹路里面 像这样再给它 穿一点距离 你看像这样 给它穿过去 这样你看这里 它也会挡在一起 像一个扣一个结样的 或者再缝一次也可以 给它多固定牢固一点 这边是往这边穿的 你再回来 退回来 隔着一根线 再继续的往前穿 这个要慢一点 好 然后这样缝过来 你看隔着这根线 在这里 在这个圈里 这样给它拉紧 后面压一下 避免它拽变形了 这样你看这里 就相当于扣了一个结了 然后这个线我们就藏好了 把这个线给它剪掉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带子部分 一个安装的一个方法 只要它做出来整齐 就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先给它缝上去固定好之后 然后再让绕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的方法 这一部分 看一下 你这个肩带做好之后 那另外一个就到这边了 在这里 一定不要给它缝到对角了 这样就是一个交叉的了 这是对面的这个肩带部分 那么这边一样的方法 大家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讲解的方法 再这样缝合 位置的话 给它统一的这个高度 好 看一下 不是上面的这个孔 这样的话 现在当然在这个前 再看一下这里 在上一圈的这个孔 一 这是最上面的一 第二个孔在这里 然后这个带子要离的时候 要给它离平了 不要给它让你扭好几圈了 你看一下 它是这样拴着过来的 好 这样就穿到这个孔里 然后再用刚刚给大家演示的方法 像这边缝几针 这边缝几针 然后给它装上去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缝合的方法 就是重复的 就不需要一一演示了 大家把这个带子缝好之后 然后另外的 把对面的这个带子 再给它缝好 大家自行的完成 好 把这个肩带给它做好 好 现在这个带子已经缝合好了 那么这款包的教程呢 就结束了 看一下里面容大的空间呢 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个款式的包 目前我是够了这三个颜色 好 那今天的教程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进去 CC Mendgan�quz 被他评论了 精彩 美 的